买有风险,不买也有风险,虽然在这个时势,不这并不想唱得太好,但是我仍想陈述一下不买楼的风险,并想描述无论楼市升跌也会出现的两个现象。 我个人十分看好后市,原因是我对香港的管治仍有信心,我认为在中央的领导下,香港政治上的妖样会一天比一天改善。 而在经济上,我们的市场结构并没有改变甚至金融基础在新常态下比昔日更加巩固。 所以香港失业和结业潮市不会影响大局格局的,但无论楼市升跌都会有两个现象出现的。 第一是上游效应加强。去年10月特首林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了将首次住宅贯揭乘数提高至800万或以下最高达90成。 无疑是吸了原本准备置业人士的一个大喜讯。 若以乘坐航机来比喻。原本买楼的人士乘坐经济客位的话。 林郑无疑是吸了一个丰厚的Miles让他们upgrade为商务客位。 原本可以买500万物业的首期现在可以买到800万的物业了。 这个购买力的增持仍未反映于市场。 另一个就是lump sum效应的减弱。 所谓lump sum效应是因为过去有楼市辣椒高首期门栏的关系。 购买力集中在400万以下。 银码小的单位特别多人买。 因为很多人换楼都没有足够首期去买400万或600万以上的单位。 他们都宁愿用另一个人头,名义,去买物业。 而减少了将单位换大一点的正常活动。 这个情况是不健康的。 因为表面成功益制了换楼需求。 但是实际是增加了细单位的需求。 10月施政报告放宽了之后。 lump sum效应应该会减弱。 反而600万至800万物业的板块会教活约会跑赢大使。 楼市辣椒令到香港金融的泰传比率首度狠穷。 功不可没。 我是不同意取消的。 但是我认为需要优化。 楼市辣椒变商禁止了有资产者买楼。 这些人买不到楼却去了买车位。 于是车位又再蓬勃。 当车位价格上升的时候。 住宅小单位也加剧了上升压力。 始终我们也要为楼市大量增加供应。 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畅淡而将增加供应的需要放下。 实际上更大量的供应是满足不到资格的需求。 香港现在的供应有三大死结事解不开的。 第一就是错误的民情。 民情不单只不支持政府做地。 而且有错误的环保观念。 事件设为破坏环境。 第二就是记得利益者的配合。 这我反而不觉得很困难。 我认为只要政府打造更好的氛围及运作。 发展商是会配合的。 第三就是政府效率需要改革。 在房地产政策方面。 近十多二十年来政府效率并不高。 不者深信政府在效率改革和精简之后 就可以令到楼市得到改善的。 如果在造地的问题上 香港政府是遇到困难或解决不到的。 作为小市民我是欢迎中央在这方面关注及支援更多的。